台北市动宝处全国首创推出的动物刃养APP上线之后 提高不少流浪犬猫的刃养率 最近更新增收容动物的影片浏览功能 让民众除了可以看照片及文字介绍之外 还可以透过影片看到犬猫们活泼可爱的画面 更加了解每一只收容动物的个性 台北市动宝处刃养网站平均每个月流染人次高达10万染以上 显示民众利用3C产品查询动物刃养的资讯越来越普遍 而一年多前上架的台北市动物刃养APP 截至目前为止下载总量已经将近4万人 其中有4%的比例是透过APP管道取得资讯 并且完成动物刃养 到目前为止整个下载量已经突破接近快要4万人次 那整个上网的这个浏览的量也接近10万左右 那我们整个去年刃养的这个动物的支数已经超过4千了 那整个我们统计初步统计结果 透过我们第一代APP刃养率大概有44% 这套APP可以借由年龄、种别、毛色和体型等条件搜寻功能 加速民众和刃养动物之间的配对几率 最近更新增影片浏览功能 让民众透过画面就可以更加了解收容犬猫的个性 以及可爱的模样 那今年度我们特别改版把精选的影片也放上去 那这个才适用一个月不到 那放了大概53个动物的影片已经上去了 那其中犬猫有28部 那中间已经有这个28部里面 已经有16只狗陆陆续续都很快就被刃养出去 台北市动物刃养APP率先公布28部动物之家收容犬猫的影片 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16只狗狗被刃养 因此东宝处呼吁民众加入影像志工的行列 制作更生动的带刃养犬猫影片 提高收容动物的刃养机会 中家台北新闻李依如采访不到 就是中家台北新闻来的频面